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到底在哪裡 怎麼沒有看到她 老好朋友佳穎 應該是迷路了吧 而且她昨天神秘兮兮 傳了一則新聞連結給我 說什麼台灣老花的平均年紀 從四十到五十歲 降到三十五歲了 這是在提醒我老了嗎 雖然我有老花 但是我的耳朵很靈 或許我可以聽到她的聲音了 順時養生 從身心靈的平衡達到完全的健康 中醫其實很簡單 嗨 安徒 嗨 妳來了 你在這邊 我找你好久了 原來你在這裡 對啊 我在受錄聲音 聽大自然的聲音 但是我也在想說 或許我會錄到你的腳步聲 就知道你來了 會不會有人說 你是台灣的羊耳朵 因為你可以偵測台灣的聲音 可是你為什麼要用耳朵工作 可是要用傳老花的新聞給我 對啊 很多人都說 做廣播就是要靠耳朵對不對 對啊 但是也要靠眼睛了 哦 是嗎 這樣好了 我等一下帶你去電台 你就知道了 哦 好哦 好 那我們走 走吧 走 安祖是聲音採集師 也是資深廣播主持人 他來自美國麻州 在中央廣播電台 製作主持英文節目 曾經獲得三座廣播金鐘獎 也是電視金鐘獎的 最佳行腳節目主持人 多年來安祖在台灣收集了兩千多種聲音 他認為傾聽不只是嗜好 也是他面對生活的態度 嗨 安祖 嗨 佳穎 你要不要坐 請進來 我幾乎每天都在這邊錄節目 你都來了 你要不要來上節目呢 真的可以嗎 可以啊 可以啊 戴上耳機 哦 哇 好酷哦 好 那我們直接來囉 各位聽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聽我們今天的節目 我是主持人阮安祖 那我們在今天的節目當中 有請到一個特別來賓 他是一位中醫師 我們掌聲歡迎 莊佳穎醫師 謝謝你來參加我們的節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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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戴起了老花眼鏡 被發現了 所以你傳給我那個連結說老花是在說你自己啊 對 是說我自己 對 是說我自己 可是為什麼 哦 我知道了 因為這些字 你看他的字很小對不對 不管是做節目 或者是打稿子 或者是看手机 然后做什么Facebook啊那些 都是要戴眼镜 不然我看不到 你这个老花的度数现在是怎么样 大概是差不多200左右 可能还要再增加了 还要再增加 结果这几年我已经配了第二副了 然后最近可能还要再配第三副了 我也会熬夜 所以我大概每天都差不多 一两点才会睡觉 所以休息时间 那你知道老花的成因是怎么样吗 不知道 你要不要跟我说 我好怕你要说不要工作 不是叫你不要工作 但是必须有技巧的去让眼睛放松 你看像我们的眼睛 我拿我的眼镜出来看你的手机 我们的眼睛你看 最主要是你要看远看近 靠这个水晶体 然后去调解 它就是要变圆变扁 变圆变扁 它还要这上面的结状机 去把它拉直 或是把它稍微放松 随着年纪越越大 大概40岁以上 这个水晶体它就会开始慢慢的失去弹性 失去弹性 这个可以改善吗 我们中医说 干肾是精血 就是说你所有的 有关于营养的 乳润的 或是身体本来就有的这个结构 是跟我们先天在做干肾有关系 那什么东西会让干肾的这一个功能 会变得越来越弱化呢 比如说熬夜啊 过劳啊 就是其中一个 完蛋了 所以我不能熬夜啊 所以这时候中医很重要 因为它教你怎么保养 那你知道其实我们老化速度啊 其实大概平均是40岁 老化就是100度 50岁是200度 60岁是300度 这个比较快一点的 这个衰退的速度 那我现在是教你一些保养的方式 可以让它老化速度不要那么快 太好了 你今天来电台我非常开心了 我先教你眼球的运动操 好 好 我先把耳机拿下来 然后你有笔吗 笔有 就是首先呢 你先看向你左上视野的最边边 然后呢 再把这个笔 缓慢地移动到 你右上视野的最边边 是蛮丑的 但是这个动作蛮有用的 好 然后往下 往下 往下 看到你那个 右下视野的最边边 好 然后呢 笔再缓慢地移动 你再看一下你 左下视野最边边 好 做15次 这个目的就是要让你的那个结状剂 因为它本来 你就是盯着萤幕 而且是固定的方向 固定的距离 都一直盯在同一个地方 那它一直长期下来会僵硬 那你这样就是 强迫肌肉可以运动 好 可以了 做15次的我们逆时针 这是四个方向运动 现在有什么感觉吗 还不错耶 其实我发现我很少在看 都不会用这一块啦 都是看中间了 其实会发现你这样做完之后 你眼睛就会 觉得比较松一点 那我刚刚那个动作啊 是看四周的 可是其实我们眼睛 看前看后的调节也是很重要 所以我接下来 教你另外一个动作 你就是先把一支笔 放在远方 然后一支笔 放在近端 然后呢 你的眼睛就要轮流的 看远跟看近 你先看远端的 这支笔 然后盯着 5秒钟之后 再盯你 比较靠近你这支笔 然后再盯5秒钟 然后这样子循环 总共要做10次 你试试看 10次 OK 好 好妙的感觉 就是你可以感觉到 那个眼球里面 对 有在运作 好 做10次之后 我们接下来再做一个 更丑的动作 太好了 太好了吗 那因为太丑了 所以我不要做 好 那我牺牲自己哦 我没有偶包 好 没有偶包太好了 来 首先把眼睛闭上 OK 对 用力 把预纹记住 哦 嗯 安住可以不用加嘴巴 没有关系 只要眼睛就可以了 对 用力闭上 好 闭10秒钟 好 再放松 眼睛睁开 睁到最大 睁到最大 惊讶 惊讶 睁到最大 Oh my God 10秒钟 Oh my God 10秒钟 OK 好 再用力闭上 闭闭闭 10秒钟 这样重复10次 哇 10次哦 嗯 怎么办 我需要整个脸 你不会只闭眼睛 好吧 可以 怎么办 我会 变做变像 也会太好笑了 没有 就是好像有点眼泪了 对 这是正常的吗 这是正常 因为你会瞬间觉得 眼睛变得比较清晰 而且变得比较轻松 不会那么紧 因为你只是眼睛紧绷的感觉 有时候是来自于你的 眼睛周围的肌肉疲劳啊 要不然平常的话 你每天早晚各一次 每一组动作你做做10次 这样其实就可以了 这些动作是训练你的眼球附近的肌肉 那但是呢 还有一些针对性的穴道 就是中医的理论 眼睛是肝跟肾的精血去冲氧我们的眼睛 肝跟肾 哦 不是西医的Liver跟Kinney哦 是中医的脏腑的理论 随着慢慢的衰老 或是你过老的话 它会消耗到我们先天的能量 那你就会衰老的比较快 其实就是一个早衰的概念 我们可以拿我们的食指的这个关节 拿它当作我们的按摩棒 我们这边有几个穴道 这边 这边精明 眼角内侧这里有个洞 好 然后呢 这个我们眼眶下这里 这个是我们的失白区 对 像你常常用眼睛这边会酸酸的 哦 好酸哦 对 然后我们的童子疗就眼眶外侧 哦哦哦 那它也是酸酸的 而且你其实这个眼睛下面这些经络 都是都是可以绕行我们的眼睛的 所以你其实可以这样用刮的 你可以把这个手搓热盖在眼镜 整个松了 就是整个压力就散掉了 对啊 这个动作真的蛮舒服的 所以我们应该定期放下工作一下 真的 那我要不要带你去看我们的 新装潢的办公室 哦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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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看 来 这是我们应运组的办公室 我们是已经朋友这么久了 但是你到底来台湾几年了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去申请一个奖学金 然后一代就带二十几年了 哇 对台湾真的很有感情 可是中医呢 我刚刚看你觉得你对中医的接受度很好耶 你以前有接触过中医吗 就是小时候当然是没有嘛 那来台湾之后就是身边的朋友 大家都会吃中药 或者是会去看中医师 针灸呢 你有被针灸过 有 也有 也有 有两三次了 看到那么多针哦 就是会觉得紧张 但是后来就好像没有太大的 没有说刺痛 后来就接受度比较高了 你平常除了中药 针灸之外 会用一些比如说中医的方式保养自己吗 喝一些药膳啊 茶饮啊 比较少 比较少 对 但是我对这方面非常有兴趣 那既然这样子的话 我今天就可以教你怎么保养眼睛的药膳跟茶饮 好 太好了 很期待 宫崎萝卜蒸蛋 材料有 十颗枸杞子 十五颗红萝卜 两颗鸡蛋 重点就是用它的保养肝肾 来保养我们的眼睛 那我们就开始做吧 好啊 首先呢 我来打蛋你来切红萝卜 把它切成末好了 这样我们就要坏手 你有另外一个节目是美食节目对不对 对 所以其实我每个礼拜都要做菜啊 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这些东西啊 除了这个枸杞 对 我觉得这个比较像是中药 但是其他的 它有它的料效 但是我们会觉得说它就是食材 中医很多东西啊 都是从田里面它长出来 我们就把它拿来当作我们的药 所以中医其实有一点是农业医学的感觉 感觉很贴近生活 对 那我们就把这个食材把它混合在一起 好的 全部吗 对 枸杞子也倒下来 好 加一点 然后点胡椒盐 那看起来就蛮好吃的 好啊 那蒸蛋 这就是你的专场了 哇 所以这个就是要直接去蒸吗 对 就放进去咯 嗯 待会见 待会见 这个蒸蛋看起来已经好了 把它打开来 哇 香香的 好吃吗 诶 好吃耶 有那个红萝卜的 还有那个 好吃 枸杞的那个好吃的那个甜味 不是 因为我第一口咬到枸杞 它现在变得很甘甜 而且又把那个蛋的香味吸收进去了 比我预期的还好吃 就是枸杞子跟那个蛋意外的相合 我们说干开窍于木 所以说枸杞子是养肝的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肝血 可以乳养到我们的眼睛里面去 而且里面有胡萝卜 那里面有胡萝卜素 这个我知道 其实我们从小就知道胡萝卜啊 就是顾眼睛对不对 所以我爸妈就会跟我说 就是兔子眼睛都很好 晚上的时候眼睛都看得到了 但你知道吗 蛋就知道是很营养的 但是不知道是为什么呢 已经有枸杞子可以入肝了 我们再加个鸡蛋黄 入肾 就可以保养我们眼睛 同时保养到肝肾这两个脏 好有趣喔 我今天学到好多喔 那我们今天除了枸杞 胡萝卜蒸蛋之外呢 还有我帮你准备了一个 枸杞 菊花 绝氧子茶 这个是菊花吧 菊花 菊花它就是可以 舒风清热 把你眼睛的那个长期过老的那个疲劳啊 藉由舒风清热的方式把它解除掉 所以它其实可以消除火气 那绝冥子呢其实也是一样舒风清热 但是它还有入肾 我们刚刚说眼睛最重要的就是干跟肾 所以这总体来说呢 是除了补养眼睛之外 也消除眼睛其实过度使用的一些疲劳 甘甜甘甜 对 甘甜甘甜 蛮好喝的 那你觉得我多喝这个 对我的老花就是会让它改善吗 还是我是不是要早睡呢 如果能早睡当然更好啊 其实这是一个保养 你在正常的状态之下 你本来就会慢慢的老花嘛 那我们就是延缓它的这个老花的速度 可是你如果一直去伤害它的话 那我们保养的速度 可能跟不上你破坏它的速度啊 好啊 谢谢喽 嘿 大家好 我是终医师车师方 今天来到苗栗同楼的九福村 这里正下起十月雪哦 什么是十月雪 你看这一片片的杭白菊 像不像雪白花坛呢 在前段出任务的节目里 庄家颖医师为来宾准准备了枸杞菊花 菊名子护眼茶 时针的菊花就是今天的主角杭白菊 现在正是杭白菊的花季 所以我今天可是有备而来 头戴斗笠 手拿花篮 就是为了等一下赏菊花 而且还要采杭菊哦 有一位叫阿牛的农民 七岁时父亲过世 只能靠妈妈织布为生 为了减轻妈妈的负担 阿牛只能去采祖家做长工 经过多年 妈妈却还是因为辛劳过度而失明了 孝顺的阿牛日夜祈祷 能治愈妈妈的眼疾 一天夜里阿牛梦见一位美丽的仙女 告诉她往西数十里的天荒荡 那里有一株白菊花 九月初九重阳节才会开花 如果用这花煎汤给妈妈喝 就能治好她的眼疾 到了重阳节那天 阿牛带着干粮前往天荒荡 寻找白菊花 找了很久 直到下午 才在小土墩旁边 找到一株白色的野菊花 这株白菊花长得很特别 一梗九分支 眼前只开了一朵花 其余八朵花都含苞待放 阿牛连忙将这株白菊花 连根带土挖了回去 细心浇水照顾 菊花一朵朵地绽放 又香又好看 于是她每天摘下一朵 煎汤给妈妈喝 吃完第七朵菊花后 妈妈的眼疾居然好了 连织布的丝线都看得清楚了 你好 你好 请问你是航局达人 农会产销班的张焕文班长吗 是的 请问你是 你好 我是台中慈悸的中医师 我是邱师芳 苗栗铜锣的九湖村这里 好像是全台湾产航局 最大的地方 它这里有什么特别的条件 可以让杭菊这么的盛产吗 因为我们这边的气候 都很适合种植杭菊 杭菊的基本条件就是 它不能太年的红土 因为张班长我是台中人 其实我们台中其实大渡山 也有红土 可是那边我没有听说 好像要产什么杭菊 这个土摸起来好像 就是会那种干干 然后沙沙粉粉的 对啊 因为我们九湖台地种植 这个杭菊的基本条件就是 土壤要输水性加 带点沙的沙土 气候方面呢 因为我们的这边日夜温差大 晚上的温度比较凉 跟台中那边天气不一样 难怪这边的杭菊 每一个看起来都很漂亮 对啊 很健康 我们这边的菊花有两种 杭菊有两种 白色呢叫白雪 黄色叫金菊 这名字很漂亮耶 白雪跟金菊 感觉开给病人吃 病人病就先好一半了 对啊 因为会白雪 就是因为我们白色的 尤其在11月开花的时候 就像我们雪一样白 所以十一月雪嘛 对 不过张班长 我今天来还有一个任务 就是其实我们的病人啊 就是常常有时候 就是看到菊花 就会想说 这个花类是不是很容易 有很高的农药残留呢 我们杭菊呢 是在采收前两个月 做停止喷药的动作 花里面还有虫的话呢 花农会晚上八九点的时候 就开始到田里面 带着头灯去抓虫这样 那这样很辛苦耶 对啊 因为要保持花的 它很漂亮 杭菊在采收前 一个礼拜 我们产销班会派员 会同农会 县政府和农粮署的人员 到每个花农的田间 去做随机采验 我们就送到毒物试验所 去做农药安全检测 那检测出来以后呢 我们才可以采收 张班长 其实我今天还有一个任务 就是我要来体验 一日花农的行程 可以请张班长 叫我怎么 可以啊 摘航局吗 可以啊 像这个花心大的部分 对 都还不能采收 把它这样侧翻开来就可以了 对 张班长大概要采多久啊 你高兴采多久也多久 采到满也可以 采到满 为什么要到这么大的篮子来 谁跟我换一个小一点的篮子 张班长说摘下的航局 要先披在花架上 放在制花区 再送进烘焙室里 在长达四十公尺的空间中 递经三十到一百度的 渐增的温度 烤制二十个小时哦 张班长 这就是我们刚刚烘好的菊花嘛 是 那个味道好像比较没有 像原本那个菊花这么的香 淡淡的清香 对 味道没有那么浓郁 对对对 长久保存 就一定要把它烘干 那我们就是现场来喝看看吧 好 蜂蜜菊花茶 材料有 杭白菊 十到十二朵 黄金菊 六到八朵 蜂蜜 十细细 做法是 将菊花放入 四百五十细细的温水里 浸泡五分钟 待酱汁六十度后 再加入蜂蜜 调匀即可饮用哦 像现在喝起来 就是它的入口以后 就会有闻到菊花味的 菊花的清香 今天听就是张班长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那换我来跟张班长分享一下 我们中医怎么看菊花这个部分 中医就是有点像笔类取向这样 就只要在上面的东西 大概都是治疗上半部的疾病 菊花大概是上面的花嘛 所以它大部分都会治疗 是头面部的问题 那所以在使用上 我们大部分还是会用在一些 比较比如说我们说的 平肝明目这个部分 这样是肝苦 然后性质是本身偏向平性 或者带一点微寒 那所以在使用上 我们大部分还是会用在一些 比较比如说我们说的 平肝明目这个部分 那明目大家都比较知道 就是可以让眼睛 如果比较容易干涩啊 或者是不舒服啊 有时候它就是可以比较有 让它比较看起来会比较清楚 比较舒服的那个状况 中医的平肝就是指说 当你肝苦比较旺盛的时候啊 就会有一些就是 往上冲的一些热向 像是头痛啊 头晕啊 眼睛会红啊 刺啊 就是有的再严重一点会肿痛 那这时候我们用那个 糖白菊它的效果就会比较好哦 古人啊 就有记载过 就是有一些人 甚至他不是用喝的 他是直接把菊花 就放到枕头里面 那他是说这样子 每天这样闻那个味道 它也有明目的效果 那请问邱医生 那个蜂蜜菊花茶 适合哪种体质人的来喝 正好蜂蜜的作用 其实它有几个嘛 第一个就是因为它是比较有甜味 所以它可以帮助你喝的时候比较顺口 那它再来就是有一些滋润的效果 所以它也会保护我们的肠胃 所以就是基本上 你这样蜂蜜菊花茶搭配 就是一样还是比较适合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就是你的火气比较旺盛 眼睛干啊 嘴巴干啊 然后但是又有一些头痛啊 头晕啊 那甚至就是好像会觉得 常常就是比较烦躁的这一类型的人 大概都还蛮适合用这样子的蜂蜜菊花茶 不过因为蜂蜜菊花茶它是 它本身的喝起来会有一点干苦的味道 那它的性质又比较大部分有时候会说它是平性 或者是说带一点凉性 那所以就是有一些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人 可能就是不要喝太多也不要喝太久 那特别是说空腹的时候就是尽量不要用这个茶 尽量还是吃饭后吃点东西之后再饮用 会比较安全 上了一课 让我更了解我们的航级的那个功效在哪里 对 我今天也就是跟着就是张班长这样学了很多 谢谢张班长的招待 不会不会 来 这是我们应运组的办公室 哇 新刷的有漆 哇 你自己刷的吗 对 很漂亮耶 我自己刷的 然后这个呢 这个是用黑板漆 哇 这是我的位置 好特别 你要不要帮我留一个眼 因为我很笔 棒哦 而且你放在这个下面的刚好 这是我画的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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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